那么如果说要做单侧减定 就真的只能用那个T减定的这个模组才能够做 如果我们在用T减定的模组做之前 我们看一个地方就是那个适用条件 就是这个T减定的适用条件 那因为我想要特别介绍的话 是要补充一下上次我没有讲到的一个地方 也是很重要 就是其实你们可以看很多的 这个Gemobi很多的统计方法模组 主要都有一个共同的 就是这个常态性检定跟这个QQBlock 那这两个其实都是在看资料有没有符合常态性 那大家知道上次不是我切到那个 那个上次那个线性回归之中的 就是适用条件这里 对大家复习一下 就是上次不是有讲到 那个回归模型的四种适用条件吗 主要是除了线性之外 其他三种 或者说其中独立性跟常态性 是这两种是所有的统计方法 就是基础统计方法都一定要去遵守 就是除了五亩数统计之外的基础统计方法 都要去遵守的适用条件 或者说最好要遵守 因为很多状况下是没有办法适用 还是可以做分析 至少要有独立性 就是资料之间彼此是随机且独立 所谓独立就是说资料跟资料之间 没有那个相关性 那常态性就是说 这个资料构成的分布 残差的分布是接近常态的 好那在 在这个线性回归模组 它的这个适用条件检验 所以我要强调这个中文的翻译不大对 是适用条件检验 它除了这个常态性检验跟QQBlot之外 其中另外一个叫做所谓的Auto Correlation 这个检定是用来检定资料之间有没有相关性 那只要这个检定的P值是大于 因为它的H0是主张资料之间无相关性 只要它的P值大于.05 那就代表说这笔资料彼此之间是独立且随机的 或随机且的独立 不过这里会看到 这个单一样本的半本它是一个资料之间有相关的 但是这个一点也不意外 因为它是一个同一班学生的考试成绩 本身就很难说是有什么那个独立性 搞不好做什么那个 就算是学生啦 假设学生就算都没有作弊 但是如果说学生就是彼此之间有一起念书的 搞不好一起念书的会考的成绩会差不多 所以就很不容易有看到这个随机性的状况 这里有没有看到就是用这个线性模型方式去认识T检定 有没有一个比较好像比那个直接用传统方式去介绍它 有没有比较容易去知道它在干什么 可是你要想象它也是线性模型的一种特例 因为你们看我这里它的虚无假设跟对立假设就是这样 好那你们呢可以我们现在可以试试看 好对不起我先 你们现在可以试试看直接现在在做一个 这个T检定的正式的版本 就是这个1SampleT 那它这个输入很简单 好那你们只要把因为它这个单一样本 因为它只要把1变项给丢进去就可以 那这个1变项是X这一项 那你们先勾StudentT 那其他的 其他的主要是 是它这里的hypolicies 你自己要先去指定 因为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要先从描述 描述统计先去确认我们要检测的分数是什么 这里是67.5分 然后这个T检定模组的好处是 我们还可以选择要做双侧和单侧而已 但是其他都跟线性模型是一样的 你们可以看哦 这个首先看这个 看这个 看这个统计值就是T值啦 自由度跟P值 是不是跟上面的 这一个 这个T值是2 它这边唯一没有出来显示的是自由度 但是T值 是不是一样的 然后P值它这边是0.018 但这边是0.036 关键在说因为这边我们现在设定的是 那个单侧检定 如果你把它改成 你在这里你把它改成这个双侧检定 是不是P值就一样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回归式这里 主要是差别 就只有一个它没有显示出自由度出来而已 OK 所以你看 几乎是一样 就是说现在我这边只有用它做连续变相的这个资料分析 然后这里唯一有一个适用条件检验 它这比T检定模组只有一个常态性的检验 但是你们可以看这个常态性检验的结果 跟回归模型的这个常态性的检验结果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你们自己现在有做出来可以一起对照 可以就是说交互对照看看 好 这个先拿掉 好 就是上下对照一下 好 我这边先暂停个几秒钟 这样方便下一段 我要先在这里串出去讲一下自由度 然后你们也顺便先做一下整理 因为现在资讯应该蛮多的